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事情应该已经很清楚了 德岭上的敌军 昨夜就已经潜逃了 或者说 至少有一部分敌军逃跑了 德岭确实存在我们所不知道的暗道 应该是由于地势显高 无法大批量运兵组织攻击队形 这个暗道被巴木霄发现了 并且狙击了很多敌军 你的分析很有道理 请继续 随后 中国军队的援军到了 也就是那个和平安 他们杀了八木 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 不过 他在黑暗中战胜了八木肖 带队上了德岭 加入战斗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一开始觉得敌人兵力空虚 可是对方 有突然增加火力的原因 应该不错 将军阁下 请让我带队 拱下德岭 不不不不 德岭 已经是我们囊中之物了 暗道 不可能大量的运兵 敌人的增援 也就是小部队 充其量 也就是一个营的编制 现在 遥遥八团又临阵脱逃 可见德岭 是兵力空虚啊 跟我想的一样 敌人 不可能有那么多兵力 可以来聚首四个阵地 不管他有多少兵力 只要我们集中合力 突破任何一处 就可以长举止入 拿下德岭 一 二 三 四 这四个攻势 都是恒天勇进攻的目标 只是 时间上可能有早晚 我们要同时守住这四个阵地 至少需要一个团的兵力 可我们现在只有一个营 如果兵分四路 肯定是条死路 但是 有一条路 也许能划 化灵为整 以一当势 可是咱们兵力少啊 只能化整为零 恒天勇的兵力多 他如果从东南西北 四个阵地同时进攻咱们 咱们只守一个地儿 那就完蛋了 我断定他不会 韩老弟 你又不是鬼子 你怎么断定他不会 就凭他是恒天勇 是跟十元玩耳 范存让 并称鳃鱼鸟的恒天勇 一个会打仗的人 是绝对不会在战场上 浪费兵力的 所以 如果他发现我们兵力不足 他就会逐一试探 希望一举击破 而不是一勇而上 试本功 这个方法可行 只有一次 我们这次打中了 恒天勇还会打下一次 所以我才说要赌 而且不止赌一次 我们要赌四次 而且要次次赌中 错一次就满盘皆数 我们现在的武器 和弹药是足够的 我们把所有的武器 安置在四个阵地 武器不动 人动 只要我们打完一次 就立刻跑去第二个地方 现在的问题是 原地聚首可以 随时转换阵地 有点困难 我看应该没有问题 这样 我跟何长官在这儿 用旗鱼指挥 你们在下面跑 你们俩站在高处指挥 鬼子往哪儿动 您往哪儿指 我们再从那儿跑过去 这样可以 怎么 我说错了吗 日军的推进速度会很快 等我们看清楚了 阵地早就没了 我说你是个大老粗吧 你个土八路 又冲老子来了 我雷大虎打了这么多年仗 那是靠真枪是那儿打出来的 长官说打哪儿 我就打哪儿 你就这句话说对了 何长官 你下命令吧 我们第一个地方守哪儿 从阵地上来看 二号阵地前面掩护最少 相对来说 攻击起来比较容易 而且距离地军阵地最近 就说这里 二号阵地 这个地方地形复杂 掩抵较多 遍运阳攻 而且距离最近 集中兵力从这里上去 一举突破 拿下得力 来 过来 过来 过去 上 组 组 走啊 停 让开死 对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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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拖着也不是办法 应该先打掉他们的长官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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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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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种打法 就是在浪费子弹 他们人多 咱们人少 如果这样打下去 肯定吃亏的是咱们 快快快快 你看到那个军官了吗 打掉他 只要打掉他 咱们一重逢 鬼子就会撤退 为什么听你的 只要你们听我的 我就能打掉那个军官 好吹牛啊 你想怎么打 一个打那个军官的堵侧 应该是打那个军官的右侧 只要鬼子的战刑一乱 我一枪毙命 走 闯 成了 日军退了 你脚子行啊 我这是一枪毙命 多亏了二位营党的配合 要不然 我可打不得 好 这只是开始啊 下一步柜子会进攻哪儿呢 下一个地方 下一个地方是哪儿 混蛋 一群废物 他真是指出几人败相 那就打下一刻 我就不信他们能有兵力 属住所有的阵地 何掌柜 你要快 再不下判断 日本鬼子就冲上来了 只要再赌重一次 恒天勇肯定就乱了 恒天勇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左还是右 右 肯定是右 我见过他回军刀的样子 打个押路 你们都是废物吗 竟然守不住一个阵地 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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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相信 哪有兵力可以守住 这三个地方 给我打 三后阵地 从三后阵地突破 不带装备 不要负重 快走 快走 给我快点 快 快 这帮兔崽子跑得可真快呀 年轻就是好 只要这次再猜中 恒天勇就会失去信心 你 你快打鬼子 我 你快打鬼子 我 你快打鬼子 你快打鬼子 总在你地儿 地儿 狗子 可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这儿 后面 给我掩护 不要命了 怎么样 三号阵地 已经攻打了半个多小时了 伤亡很重 看来 他们兵力很充足 不可能 我不相信他会有那么多病例 将军阁下 会不会我们想错了 什么 不可能 我绝对不会出错的 证据阁下 敌人占据有力为止 而且弹药十分充值 可我们的部队 暴露在开阔地 伤亡太重了 那就叫他们先停下来吧 准备攻打下一个阵地 进攻哪里 下一步 敌人会攻哪儿 二选一 刚刚我猜对三号 是我断定恒天勇 在第一次进攻势力之后 他一定会愤怒 而愤怒 让他不去思考 凭直觉 然后去做出判断 可他毕竟是冥将 经过这次失败 反倒让他冷静了下来 是一号还是四号 到底是一还是四啊 是一还是四 一 四 一 我猜不到 我猜不到 何长官 没有谁永远正确 你能做到这样 已经很棒了 我看得出来 你心思很重 嘴上说是赌 其实你是在用你的聪明才智 推断敌人的心怀 现在 恒天勇已经被我们打乱了 如果大家想活命 这次 我们就真的跟他赌一把 赌一把 看 是四号 快 四号阵地 等等 这次他还会对吗 我相信何平安这小子 不会错的 四号阵地 出发 勇军队 快 这一次 我倒要斗一斗运气呢 一号 去一号 我去传令 等等 我之前每一次都出错 这一次 不去一号 去四号 将军阁下 这个时候 您的心不能动摇了 我决定了 攻打四号 这鬼子怎么还不来呀 这鬼子怎么还不来呀 不会是猜错了吧 要不带人去一号阵地 保证万无一失 不行 绝不能分开 不管鬼子去一号 还是来四号 只要咱们一分开 就会被击败 这个时候 要绝对相信 和平安的判断 不能犹豫 只要一犹豫 就会满盘结束 就会满盘结束 和平安 你可千万不能错呀 小鬼子 奶奶的 赌运气这事 说不准的 看 这鬼子上来了 这次又赌队了 下一次 他们肯定会打一号阵地 打 赌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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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拼命 他们保命 拼命的 永远没保命的运气好 我已经下令撤退了 亲王殿下 我刚才 犹豫了 身为主帅 一瞬间的犹豫 就会带来恶运 不管是否能够拿下德领 在心里战胜 我都输给了德领的指挥官 我真想 见见这个人 将军阁下 只剩下一号阵地了 我妻子带人 拿下一号阵地 只剩下一号阵地了 只剩下一号阵地了 无疑 日本人会投入最精锐的病历 只要这战能守下来 德领 就算是暂时守住了 何掌管 你能做我们的掌管 是所有战士的福气 不对 怎么了 敌人不可能有这么多病历 我们上当了 转向 再攻一次四号阵地 如果我的判断没错 四号阵地 现在是空的 日本人还没冲过来 有可能 好命 立刻派人到四号阵地看看 日本人 很可能再回去 好 有一队 跟我来 好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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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子 好 好 爱艇 爱艾艇 快撤 快撤 证据阁下 四号阵地并不是空的 什么 看来 我的判断又错了 那就击中兵力 攻打一号阵地 争取有所突破 长官 我们应该怎么进攻 集中火力 全面进攻 掩碎他们 幸亏你让我们到四号阵地看了看 要不然真让小鬼的蒙中了 我们的强证一响 小鬼的就被吓退了 守住阵地就能争取时间 接下来 敬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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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k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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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次打 快 何平安 杀 前寶 下 前寶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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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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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呀 大官 军部有令 让撤队 什么 军部有令 让撤队 撤 小时候 就觉得这墙很高 为什么长大后 却觉得 比小时候看着还要高呢 小姐 您在这儿发什么呆呢 你身子刚好 应该多休息 唐德第一大户 知道是谁家吧 您指的是 沈家 对 就是沈家 我要让你混到沈家 帮我盯着 沈家二小姐的一举一动 能做到吗 能 不是 吃什么饭吃吧 你怎么了 哥 快起来 回 来 来 快点儿 你不是我们家的下人 不用为我做活 看你说的 我吃了您家的饭 总得干点啥吧 再说了 也不是一口饭的事 如果没有您那一口饭 恐怕我早就饿死了 我别的活也找不上去 我看家里的院子脏了 我就给您嫂嫂院子吧 真的不用打扫了 就让这个院子脏着吧 反正也没人在意 瞧您说的 您看您这么讲究 怎么能不在意呢 以后啊 我天天给您扫 保证给您扫得干干净净的 保证让您一尘不染 你不用担心 如果你想留在我们沈家 你放心 我不会赶你走 虽然我们沈家空了 也不差你这一顿饭 小姐 您留下我了 谢谢小姐 谢谢小姐 您要想扫就扫吧 何平安 就是在原疆边 阻击我们的那个指挥官 真想见见这个人啊 他们真的兵力充足 恐怕这是真的 可是我怎么想一想不明白 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病历 德领是唐德的机架 如果我们想顺利地拿下唐德 就必须背断德领这个机架 唐德依靠德领守护 而德领的存在也依赖于唐德 牛角固然是坚硬的 想要空手掰断牛角 需要天生神力 可如果牛头被斩了 那么牛角就自然脱落了 所以啊 我们要彻底地切断 唐德与德领之间的联系 这样我们就会非常轻松地 拿下德领 如果我们绕开德领 直扑唐德 这样我们就会腹背守抵 我们根本不需要绕过德领 只需要让飞机飞过德领 给唐德于鹏城送上的小礼物 让他忙于应对 无暇照顾德领 您说的就是指日 这就需要非凡的勇气 才能做出决定了 将军阁下 是该您做出决断的时刻了 至于勇气 请想想您的名字吧 程元军 请通知你的兄长 让他在城内配合我们 是 是 喂 王兄 嗯 看下呗 土八路还会修发暴机呢 参加革命前 我在给地主家的少爷 当场所 少爷是学积淀的 是个大学生 就是啊不好好好读书 每次考试啊 都是我去剃考 就这样 几年下来 我也相当于学了一个大学顽品 华编 你也别吹牛 你要今天把这玩意修好了 我老雷给你擦皮鞋 还不是因为你 你摔的那一下 比登峰摔的还狠 何老弟 你看见没 他要是尖修不好 那是怪我老雷摔坏的 能用吗 通了 还真响了 好明儿 我老雷说话算数 我给你擦皮鞋 算了吧 我们比不了你们 共产党不搞特殊 官兵都一样 穿布鞋 再说了 我从来都没穿过皮鞋 真可怜 还有这发暴机 也没有完全修好 发暴装置坏了 没有替代品 这台发暴机 只能收不能发 那就是不能求援 那你修了个屁啊 活一天算一天吧 许院长 您也要说这个丧气话 那兄弟们就没盼头了 你们虎奔出来的人哪 都是脑子缺根性 现在咱们被人层层包围 那就是人家嘴边的一块肉 什么时候想吃的 还不是顺口的事 那个何长官 不是把鬼子打回去了吗 打回去 那怎么靠不住 不是打回去 那是瞎回去 都是假的 等日本人明白过来 大军一到 咱们就算是吹灯把腊老虎 那岂不都死定了 这活人哪都死定了 咱们当兵扛强的 活了今天没明天 多活一天都是赚的 许院长 那我们就没个活路了 早死早超生吧 是不是投了日本人 就能活了 再说这种话 老子打死你 是 是 不敢说了 我去撒尿 我去撒尿 五十七师师部六点二十三分店 雷部师傅已及时赶到德岭阵地 为何没有回复速复 七点十五分店 德岭枪炮升级 敌军情如何 师傅需要支援速复 八点二十分店 德岭情况不明 以为敌军圈兆 不能轻易救援 真实情况如何速复 十点三十四分 德岭枪炮升已不闻 伤亡如何 阵地师傅仍在我军手中 十万火机速复 十一点零二分店 已向孙将军部求援 孙将军已赶往德岭 务必坚守 十一点十五分店 德岭已被日军包围 孙部已与德岭东南五十里处驻扎 如有违线生机 即刻派人救援 咱们的消息传不出去 指挥部持不准 德岭到底是在我们手里 还是日军射的伏击 所以不敢贸然派来援军 咱们现在是舅舅不疼 姥姥不爱 没人救援了 电报上说 援军不就在五十里外吗 你当你是赵子龙啊 跑五十里外 早炸成灰了 对了 山上有条岸道 咱们可以通过岸道 偷偷下山 不可能 日本人不是傻子 就算他们昨天没有发现 不代表他们今天没有发现 他们一定把这条路给堵死了 可是 就山上这点兵力 根本无法举手 只能求援 咱们总得试试吧 后面 不是老子瞧不起你们土拔路 咱们一块抗枪打鬼子 总有几分轻意 要去啊 我去 我去 别跟我争了 谁啊 报告 报个屁 快说 救护报杀了 玩弧职守 导致军事重地受损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林长 都已经这样了 还不如让他死在战场上 老许 到底发生什么事 说呀 何忠官问你话呢 林营长 林营长 你怎么了 我怎么哑了 老许 老许 他被阵笼了 把他带下去 你说 到底怎么回事 报告 当时许连长带着我们 开守军火库 突然几成爆炸 当我们反应过来 好多熊鸡都被炸伤了 柱子腿被炸断了 老四也被炸死了 我没问你受伤情况 到底怎么回事 听第一声爆炸声 好像是手榴弹引起的 你确定是手榴弹 没错 就是手榴弹 那就是说 不是提前买好了炸药 而是用手榴弹引爆 之前发现什么人 没有看见别人接近过 倒是 快说 我们跟连长聊天的时候 陈阿生半截上了趟厕所 离开了一阵子 离开之前 他说了什么 连长说 我们都凶多吉少 我们都会死在日本人手里 但是我们可以进中党国 报效伪作 我们 说重点 陈阿生他问 要是投套日本人 我们是不是可以活下来 连长打了他一个耳光 没没的 就是这个陈阿生 快去 还没下山跑远 抓回来 不用追了 人我们已经抓到了 何长官 我们的人 巴以有人鬼鬼推推下山 以为是个逃兵 就给抓回来 长官饶命 我也是被逼的 押回去 沈哥明白 你老子 跪下 你老子 跪下 说 什么时候投降的日本人 说呀 就算是犯人 也不能跪着烧水 你说吧 说清楚了 我给你来个痛快的 另外 我可以说你是烈士 报到你家乡 让你父母不丢脸 你小子听清楚了 这也就是何长官 要我的话造毙了你了 快说 长官 我是被逼的 被逼的 谁逼你 他是魔鬼 每个人说清楚 你老子 你慢慢说 你慢慢说 四天前我下了岗 出去偷酒喝 说实话我是一个酒鬼 没了酒我就吃不下睡不着的 城里都空了 但是偷口酒还是不难 那天我没管住喝高了 我问你谁逼你当恨 你谁让你说喝酒了 就是那天晚上 我一个人赶夜路 突然有个人出来 要抢我 我是扛枪的 当然得跟他打 那个人很怂 三两下就被我制服了 他跪在地上求饶 说让我放过他 愿意为我做任何事 说我看谁不顺眼 就替我杀了他 我当时喝多了 想起排长 因为我喝酒打我 就说你真有能耐 就去把排长杀了 我还告诉他部队的番号 谁想到第二天 排长就死了 他是日本人 对 他是日本人 他找上我 说已经帮我把事办了 轮到我帮他了 说我跟日本人 合谋杀死军官 已经是汉奸了 我实在没办法 是被逼的 是他让你炸了军火库 也不是 临出发前 我收到一个纸条 让我司机 杀了领队的军官 只要我杀了军官 割了脑袋 去投靠日本人 我就能 能什么 能身官发财 长命百岁啊 是 还是 你怎么不把老子脑袋割走啊 我不敢 我知道我是一个汉奸 我是混蛋 我不能再害人了 所以我想 炸了军火库 也一样 一样可以 这个时候你跑到日本人阵地 他们怎么可能信你 他们给我盖了一个印 什么印 他们说是藤原家的会章 了 好 我在哪里 你 我不 Lonko 恩公 怎么样啊 沈家小姐把我留下了 她让我在她家做下人 你有什么吩咐 就尽管说吧 将军 空头已经准备好了 天黑之前 如果还拿不下德令 就对唐德支持空头 绝不能让唐德 有援助德令的机会 是 我们仍旧还是 老板是有 是的 恐怕弥山大哥 还是那么喜欢烟花 在夜晚用烟花来指引空头 真是既美丽 又残酷啊 烟花 是 小姐说她喜欢看烟花 还有什么 她好像说什么爱情 说爱情就像烟花一样 短暂而美丽 看一眼就让人难以忘怀 她果然是这么想的 小姐看上去好像很不高兴 她在想人吧 她是在想您吧 是我吗 您这么关心沈小姐 她一定是想您 她想的人 不在城里 她想的人 马上就要死了 那好啊 人一死很快就会忘记 沈小姐所爱的人 都已经死了 那你应该让她想您呢 你说得对 我应该让她想我 对吧 对对 对了 你刚才说她想要看烟花 是 小姐是怎么说的 那好 今天晚上 你把她引到院子里头 我要让她见到 全世界最美的烟花 对 天空中的烟花 的确很美丽 吊炮 吊集山炮 把敌人的阵地 给我轰开 山地作战 要吊集山炮 就需要把山炮 拆成部件 用马匹运上去 只是 这需要耗费大量时间 时间还来得及 只要四门山炮 就可以把敌人的阵地空开 天黑之前 拿下 天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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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黑之间